要跟彭P讨论一下 我们现在的一些时事焦点了啦 我觉得真的太扯了 我们上次谈到华世出包嘛 后续还是雷包不断 这个包含了做个道歉 然后呢还措置连篇 然后最新的是这个 我这不知道哎 我们国家元首换人啦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彭P应该也有听闻吧 对不对 我们的总统换人了还是怎么 遭遇政变是不是 怎么回事 对对这是 法式政变啊 就是直接在国营媒体 国家广播公司 直接宣布总统苏贞昌 那有几种可能吗 一个就是我上次讲这是阴谋论 就是真的阿共啊在后面操弄 要试试看有一天 他攻占了台湾之后 要占领了台湾的 国营电视台的时候 这一套发布系统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如期完成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华市内部有人呢 就是日有所思日有所梦 他们很期望这个蔡时宜 赶快下来 所以就发动了一个柔性政变 直接推举苏贞昌为总统 看看全国这个朝野上下 举国有什么反应 当然啦我觉得前两者 比较开玩笑啦 但是我不知道在台湾现在 很多玩笑开着开着 后来发现它是真的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 我坦白讲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觉得 我们在媒体从事这么多年 不太容易发生这种错啦 因为这每一个关卡 都有把关的人 不会这么容易的就犯臭 所以更何况是这个国营电视台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说 这样的情况到底怎么会发生 线上的观众朋友 可能有些人对于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镜面的呈现 可能不太知道这个流程 我来告诉大家一下 通常呢我们会有文字记者 跟摄影记者 摄影记者要负责拍跟剪 那文字记者要包含发这个图卡 发这个图卡之后呢 我们会进到动画室 我们讲CG室 就是做出来这个平面的图 你可以去压在画面上面 所以呢文字记者 先把这个文字打出来 然后呢会过到这个 我刚刚讲的CG室 那我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啦 有可能复制贴上贴错啦 还是打从发的时候就发错啦 最后一关呢 还有就是摄影记者 会负责剪带子或者是剪接啦 有的时候是剪接 把这个东西放上去 通常照理讲这个部分 至少三个人看过了嘛 那一直到播出的时候 播出的时候 这过程当中有些可能 还会有比较严密的 就是说长官还会去省袋子啊 等等的 那不管怎么样 一定至少有三个人看过就对了 三个人看过 然后出这种包 就是不知道这些机制 到底怎么回事啊 失灵了啦 而且就在前面出了那么多事情 照理讲大家都会绷紧神经吧 这就是犯过一个小错 其实说实在的 记者背负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大家都一定很紧张啊 绷紧神经啊 怎么还会有办法出这种错 其实对于彭P来说 你应该也觉得很肥琐事吧 对啊 而且你看 你到了复控之后 你还会有AD 还会有个助理导播 还会在 复控那边还有一网 对对 还有个预测的画面 才会有设计的画面 就是你的画面下一个要进来的 你前面应该会有预测的画面 你可以看啦 退一万步讲嘛 就算你播出去的那一刹那 导播看到了 他也可以马上回现场啊 因为这个是荒唐嘛 就他可以紧急处置 这么多人都没有去处置他 那我只能说 搞不好还真的有阴谋论 就是他们已经选好边了啦 选边站了啦 等着这个2024还没到 已经先选好了 对不对 要选好一点啦 怎么可以选这样的 对好歹选个名字 不是有文就是有证的 怎么搞一个这么差的 对不对 要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吗 除了就是这一次我们觉得说 真的是初包连篇啦 而且就是我们都讲到说 因为这个角色真的是 华氏这样一个公广集团 然后呢初包连篇 让我们觉得说 有时候觉得当媒体哦 好像就是跟着被拖垮的感觉 大家觉得说对于媒体的信赖度呢 可能是会大扣分的啦 除此之外哦 最近台湾应该 所有的观众朋友更关心的 就是快筛这件事情 现在又快筛之乱 彭P应该虽然你人在美国 但是应该都有听到吧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阶段 就是口罩之乱 酒精之乱 然后什么之乱 什么都要给他乱一下 这一张是我家附近 我昨天拍的啦 昨天晚上大概快八点的时候 对就去买晚餐 然后骑车经过 然后那时候是我老公载着我 本来是我们出门的时候想说 哎 家里附近这个药局 它是晚上七点半开卖 想说哎 如果有的话 去看看好了 这一看我就直接走了 我跟大家讲啊 这你乍看之下 这排了一排对不对 你再往里面看 这个里面还有一大排呢 一路排回来 成为一个优质型吧 人真的很多啦 然后呢很多人就在骂说 啊现在一团乱啦 你这个政策怎么那么烂啊 陈时中怎么回大家 要怪怪病毒啊 这个防疫惊剧啊 听在彭皮尔里 你怎么觉得 你这个大笨重 就是那支病毒啊 你是最大的病毒啊 你知道这个画面哦 让我看到一个 其实另外一个防疫的危机 我们这样讲嘛 会去排队筛的人 可能是某一些认为 他们经常在外面跑 比较容易接触到 比较容易感染的人 没错啦 甚至现在有可能 有些人是觉得自己 喉咙痒有症状 热热的我去买 对 有可能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不是又增加 另外一个感染源吗 另外一个散播的传播链吗 没事 然后买到快塞就有事了 对 其实我说真的哦 我说真的 以我在国外的经验啊 我自己也得过嘛 然后我的小孩的班上同学 我觉得得过两次的多得很了 以我得过的经验哦 你也不用筛了啦 你发现有点像重感冒的症状的时候 你也不用筛了 你百分之百就是啦 因为在现在这个季节里 除了COVID演变出来 这几种变种的病毒之外 其他的东西好像都没有在流行啊 所以你出现感冒症状 然后使全身伤软啊 这些有点像是那种重感冒的前期 就不用筛了 百分之百就是 问题是试了以后怎么办 你知道现在台湾最大的悲哀 就是说好像得了以后会被肉搜 然后被污名化 然后很可能会被隔离之后 又会有一些强制作为 然后如果你是在办公室上班的 你的公司可能要被匡列 所以我碰到有人投书说 他的老板跟他们讲说 没事不要去筛检 筛检觉得不对的时候 也千万不要讲出来 免得公司被连累 你看碰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政府带头 那个磕正猛于虎 所以底下的老百姓呢 就开始必须要用欺骗的手段 来应付政府 不然你想想看 一个公司如果整个被匡列之后 这个公司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是不能营运的 那财产的损失 收入方面的问题 跳票的问题 政府怎么处理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 最大的问题是说 目前啊 台湾主要的贸易国家 往来的贸易国家 都在往开放的路上走 就是经济恢复了 而且会有这个报复性的消费 现在美国的机场是人满为坏 因为大家都跑出来了 而且很多人都不戴口罩 虽然我还是必要情况下 我还是戴着啦 因为我觉得 总是防一防会比较好嘛 但是老美已经不在乎了 就完全就是 就是口罩完全拿下来 因为它已经闷太久了 现在已经这个 报复性的消费已经回笼了 台湾开始紧缩了 这个其实对台湾的 经济伤害是很大的 因为有很多订单在这个时候涌现 各行各业突然爆发了 结果台湾在这个时候反而紧缩 将来这种商业关系 这种订单有时候被拉走 被抢走都是回不来的 所以台湾的这个逆着潮流走 我觉得它所造成的损失啊 在未来可能两三年到三五年之内 才会慢慢的浮现 而那个时候大分钟搞不好已经 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所以台湾屁股 早就已经不是它责任了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觉得 比较担心的地方 因为我们没有跟着 世界防疫的步调一起走 人家开始开放 我们开始紧缩 人家在紧缩的时候 我们在那儿逛大街 还去鼓励大家消费 穿着木机到处跑 反正我觉得我们现在 再开始尝受到 那个就是一个 一个拥关误国的代价吧 而且我看到有一些情况 现况让人很心疼的 就是因为有一些媒体同业 也有就是确诊的消息传出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无关乎它在哪一个电视台 或是在哪一家媒体 而是就是你身为一个媒体人 然后我看到很多人的po文 里面就是讲没几句话 就在道歉 那我看着这样子的道歉 我觉得非常非常心疼 到底是什么样的压力 让你要为了自己确诊而道歉 这在美国不会有这种情况吧 没有啊你看我确诊以后 我第一件事情 我就直播告诉大家说 我确诊了 而且现在我要告诉大家 我是唯一一个会讲实话的人 其他很多人都隐藏疫情 然后讲些有都没的 我说我现在告诉你 我走过的每一步路 我讲的都是实话 我们全家从打了两剂到没有打的 然后从这个花甲老翁到九岁小孩 每一个人的症状 我都跟大家相识的报告 每一天我们经历的过程 后来我们都好了 那你看在台湾谁敢啊 被猎污嘛 好像你好像你得了什么 见不得人不名誉的病啊 好像是这样不是吗 然后大家就开始怪来 就是在大爆发的情况之下 谁真的染疫了 这不是谁的错啊 这没有对错的问题啊 这个毫无关对错啊 这就是一个公共卫生的结果跟现象 那就是有一个病毒 然后它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最后传来传去 然后造成整个社区的 所以除非你足不出户 那像我们家这不可能 因为我们家有小孩 有小小孩 小小孩你家怎么永远 戴着口罩勤洗手 什么手不要放嘴巴 小小孩那种东西你知道 一开心的时候就那个 所以这是一定会散播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台湾 还用抓匪谍的心态 在看待这个疫情的话 就会造成什么老百姓得了染疫不敢讲 然后不敢跟公司报告 在家里面休息几天 自以为好了 就跑去公司 然后就开始传开 所以这个问题恐怕是 在上位者的决策者的心态 出了问题 用这种污名化或者是神秘化这种病毒的方式 造成了民众之间的一种逃避心理 这两个东西一加成之后 会造成台湾防疫的另外一个更大的漏洞 不可不慎 好那因为刚平板给大家看 就是说我自己昨天经历到 我看到说哇那个 因为白天大家在排队 新闻上我们有看到啦 但是说因为我白天上班嘛 我没有亲自看 昨天我亲自看的时候很诧异 还有一个是现在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就是因为很多的小学或是幼儿园 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就是可能被匡列到啦 有确诊者啦 所以停课结果呢多荒唐啊 就是我们才有就是朋友的小孩 就是学校刚停课 然后没多久说要匡列 在当天大概下午可能两三点的时候 就通知你说呢 这个你要来领快筛试剂 然后什么类似到公所 统一发放就对了 快筛试剂 然后呢截止时间晚上六点 但问题是一个家庭里面 因为小孩有被匡列的 是不是要假设爸爸妈妈 至少会有一个是陪小孩一起被隔嘛 然后你只有另一个人是可以外出的 然后你可能在上班 就你要被限制 说晚上六点之前你要拿 你不拿这是你家的事情 然后大家就会想说 那是不是可以协调 学校统一拿再发给大家 他们说不行啊 因为老师通通都放假去了啊 就是都已经在修这个防疫有关的 对就是有一些措施下来 根本就没有 就是一些措施啊什么的都不完善嘛 结果呢偏偏陈时中还可以讲说 要怪就怪病毒 这是每次遇到事情 撇得一干二净 怪 我觉得现在不是说 要怪怪病毒欸 陈时中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 是要怪怪你自己啊 怪你身为在台湾生活的子民啊 我真的觉得说 我要问大笨中啊 我纳税是纳给病毒吗 这个简直是一个很荒唐的人 所以我说这种人 敢出来选台北市长了 不要把我惹毛了 我要跳下去陪他 真的太过分了 真的是 真的太过分了 导播就马上把我们放了一下 陈时中的画面 让你对着他讲 这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我跟你讲哦 现在在美国他是这样子 但我举的这个例子 好像别人觉得说 你老是讲美国多好 我不是讲他多好 你看他们也是付出很多代价 一步步学 但是我觉得这政府好歹诚实啊 他们愿意去面对 愿意去面对 愿意去解决问题 那不是政治考量 美国这些防疫官员 没有一个人要投身去选举的 所以你看他的快筛技是什么 他是寄到你家欸 你知道他是政府送到你家 用快递寄到你家 每一家家户户给的 花多少钱 政府吸收啊 台湾是什么 叫你去排队 而且还排不到的 你知道现在我们到美国 这边到Walgreen啊或者是Ratine 很多那种连锁药局 那个快筛技是鬼踏鬼踏 放在那边好像那种大卖厂的 那种卖卫生纸这样放的 没有人要问 就是多到用不完 那我们的政府怎么那么无能呢 无能到没有办法去进口 足够的试剂 筛技 怎么会呢 我实在不懂欸 然后价格还不得了啊 现在是有降了一些啦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这个事情总是就是备受争议 背禁骂连天了 然后才开始来做改进 台湾卖多少钱啊 从本来是300块 还有超过的 然后呢到前阵子降到200 现在是100 你是一记一百还是一盒一百 一记一百 不要太扯了吧 这个我来卖好不好 是一记一百吧 我看一下应该是一记一百 台湾有没有规定 并不可以从国外进口 给那个 说得好 最近还有一些是那种 例如说什么唾液的 因为有些人想说 啊小朋友不适合用嘛 可能有一种其他方式 不是捅鼻子的 好 卫福部就说了 那个我们不合可 所以你如果呢 来贩售啊 这些都是有问题的 可是其实我们有一个疑问 我当然知道说 现在在台湾 你卖这种快塞试剂 你要有药证啦 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除了药证之外 其实这个快塞试剂 它一盒一盒 已经是完整的啦 然后他是说 不可以网路交易就对了 私底下如果有那种进行 团购啊 买国外的啊 这个是会触法的 哦OK 我不想卖 但是我想送一点给这个 那我们K商的朋友 我研究一下吧 我寄一箱回去给你们 到处买到 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我觉得台湾好可怜 就对了啊 谁处都买得到 我好难想像 对 而且我这边要纠正一个观念 台湾还有一些耳皮猴医生 我讲的跟真的一样 教你怎么样 怎么样这个 在鼻子取到那个黏膜 然后动得好像很严重 台湾还有人被弄到那个 那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对 弄到那个整个脸这样 那实在太夸张了 以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告诉你 你得了随便弄都有 你没得你怎么弄都没有 就这么简单 你就轻轻在鼻子里面弄一圈 我告诉你 你有病毒就是有病毒 你跑都跑不掉 真的不必弄到什么弄 戳到后脑勺 没有那种事啊 你知道我们在鼻子里 轻轻弄一圈 你得了就是有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什么伪扬伪因 其实那个机率是很小的 所以我不知道 台湾到现在还在杀猪工 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有点 有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觉得有点 就是你知道义和团的那种心态吧